这个新闻要提醒您 开车的观众朋友特别留意了 来关心就是台北这位许先生 他开这一辆有天窗的百万休旅车 结果回家途中呢 天窗突然碰了一声 整个大爆炸一声巨响吓坏了 他赶快来靠边检查 结果一打开遮阳板 这才发现天窗不见了 只剩下残余的碎片 他怀疑呢 是天窗有问题导致整个自爆 但是呢 这原厂呢也有他们的说法 但有你就是 车主超傻眼 打开遮阳板 天窗不见了 只剩下残余碎片 全因为这个声响 当下是以为外面什么东西在爆炸 那后来就觉得越来越不对 就听到我们车子的风切声越来越大声 那风切声就开始检查我的四周的窗户 检查窗户都关好没有问题 后来才检查我的天窗 那把天窗的遮阳一拉开之后 才发现说 我的天窗怎么不见了 碰了一声天窗全碎 怎么会这样 我觉得玻璃它可能本身里面杂质没有控制很好 所以产生有自爆的影响 后天窗玻璃上呢 有三个就是飞时撞击点 那后面的钢板也有大概好几处的 这个飞时击中 那已经拖漆的一个撞击点 所以说我们研判这个是行进中 飞时这个造成 车主怀疑天窗材质有问题 才会自爆 但原厂经由研判 认为是外力造成 专门装摄天窗的技师认为天窗会爆裂 恐怕是外力造成 在台湾要因为气温转变 导致天窗爆裂可能性不大 而车主旨希望原厂能够查明原因 准备王陈秀自然 太不懂